另一方面由沙拉越华裔领袖 拿都斯里黄顺格领军 被形容为最大且多元种族的全民团结党 在这一次的州选中出兵攻打70席 尤其集中火力在美里三个主要的华人选区 也就是贝尔骚 史纳丁和溥义 面对各方阵营的四面围堵 沙团党候选人表明 求胜的重心并不是要在州议会扮演最大的反对党 而是引进改革 为一成不变的州政府打造新面貌 过去两届选举 溥义州习都是反对党得票率较高的选区 这次更是上演五角战 是有史以来最多党派出征的一次 代表全民团结党 简称沙团党出征的候选人蔡金中认为 尽管竞争非常激烈 不过全民团结党在美里立足扎根六年 地方领袖深入社区服务 要传达的讯息不是满足于现状 而是针对未来的需要 争取更多机会改革求新 不过去说什么我们已经做了 那是末竞争 我们想说什么我们想要改革 改革我们的改革 什么改革 什么我们要做 我们想要改革 什么改革我们 不改革 改革 很多人可以说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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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名美里前市议员 在溥义这一帐四面受敌 硬碰来自沙拉越政党联盟的 于小山 民主行动党林思健 肯亚兰全民党陈祥叶 以及沙民治党陈宏祥的加工 在贝尔骚议席 全民团结党同样面对沙州政党联盟 人民志愿党 肯亚兰党 以及人民行动党拦路 面对五名候选人争夺一席之地 候选人张家俊祭出青年就业牌 主张必须为美里新生代 争取接受优质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皮尔骚是一个出名的老人选区 有超过30%的居民是60岁以上的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是很正面的现象 因为这证明了年轻人不愿留在他们的家乡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 还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还是婆罗洲 还是沙老岳 所以我我将竭尽所能去推动更多的就业机会 来让我们的年轻人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与他们的家人在一起 至于在史纳丁议席 全民团结党则派出女性候选人李肃霞应战 主打选民向来关注的发展和民生议题 尤其史纳丁多年来的发展乏善可陈 疫情更是严重打击地方经济 李肃霞表示 全民团结党是本土政党 以沙拉越人民的福祉为先 所以他将会以平等 发展 完善基建 和适应新常态为努力的方向 这名60岁的候选人面对的对手 包括沙盟的李锦胜 行动党的马克思胡科 新达亚党的波比威廉 和肯尼亚党的严生众 马西社电视采访报道